你敢站出来告诉我你是谁吗 再这么闹你就给我出去 2011年7月2日有这么一件事 让郭德纲已经不再是郭德纲 活着的只是一个叫郭德纲的相声演员 那一天是德云社15周年庆典专场 郭德纲在北展剧场上演了一场中国相声史的相声剧 这部相声剧据说是 北影导演专业毕业的于谦做总导演 排练了将近四个月 一改往日的俗气 力求把传统相声的脉络展示清楚 结果呢 开场半小时台下一片喝倒彩 这也是郭德纲第一次在舞台上发这么大火 可是观众仍然置之不理 甚至像看小丑一样看着演员们 问于老师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赶上过八十年代往下哄演员吗 我赶上过两回 天下什么最难 艺人最难 没错 作伴 既然自己良苦用心的节目得不到效果 郭德纲只好让张赫伦他们即兴表演一下 没错 就是现在大家口中油腻的张赫伦 几个徒弟嘻嘻哈哈表演了一段俗气歌曲 没想到台下的观众瞬间喜笑颜开 老郭懵了 开始自我怀疑 原来相声这行不是艺术 是生意 是买卖 观众也没错 他们花钱买票 听的是喜欢的 错的是自己 后来不是郭德纲不愿意高雅 而是十年前那个高雅的郭德纲已经被杀死了 被自己的衣食父母 少许多人